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晚迷早晨 今天我主持世榮和大家見面 介紹第二場賽事 昨天介紹了一場例子 記得十場賽事一泥九草 頭場黎迪,私家三欄 草地就是 記得轉彎的檔位很重要 未講之前第二場賽事 希望大家按右手邊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先可以用大手升鐵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一起贏錢 用建制賽馬APP 立即帶大家看看第二場 草地轉彎路程有什麼推介 晉優志在,隨意說是出幾隻 晉優志在這隻馬 其實一直都表現好的千四不適合他跑的 畫了他 之前其實找馬雅都騎外檔不是太差 輸給包裝大獎寶貝儀 今次有個好檔找回田泰安 應該會好一點 不要因為莫雷拉試完閘不要 換來陪勒 希望莫雷拉那隻 當家信心都揹一下飛 另外,閃耀榮光 接連兩次 草地都跑得好 入了一個接近的第三 減減減分,對手弱了會否可以 轉倉去了徐宇石 旅遊達人 輸給楚霸王 忍著突然改變跑法 放頭又是第二隻 雙天之磚 回到來 泥地雜輸得完沒介意 濕泥都未必適合他跑的 這些馬草地好些 帶了一個新配備 看看對這隻馬轉倉有沒有幫助 王浩南換來賠率 揹小八磅可以差很遠 冷有時就是這樣爆 他有沒有證明過不行 他證明過可以 因為草地輸給草霸王 就是跑千二 接著擇星之光 質素不錯的 這隻馬 剛剛試過直路閘也不錯 不跑星期三一千 我猜他都有想過 OK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後面還有更加多精彩節目 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 對 對 5 怎麼 HDR 一